距离上一批莫德纳到货已经超过10天 接下来除了BNT 其他国外疫苗何时到货 传出捷克日前说要捐赠台湾的疫苗 预定26号晚上起飞 28号就会抵台 共有3万剂莫德纳 而台湾自购的AZ疫苗 也有26.5万剂 27号中午将抵台 自身媒体人周玉扣也爆料 8月底前AZ加莫德纳疫苗 有100万剂以上 这是确切的 这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疫苗会到 到了还是会跟大家来讲 那当然有各个厂牌都有可能会到 新到货的疫苗是否开放第七轮 第八轮施打引发关注 因为目前超过800万人 已打完第一剂 再等第二剂时程公布 以D类的医师人员为例 完成AZ第一剂接种人次超过58万人 但打完第二剂只有32万人 等于26万人还在等二剂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是不公平 既然第一剂已经打到 覆盖率已经是58万 那你怎么后面 还是让很多的这个 互联员担心呢 台湾疫苗覆盖率截至25号 达到41.24% 年底渴望拼到七成 但以色列研究60岁以上的人 打完第三剂BNT 10天后抗体增4倍 台湾未来是否打第三剂 我们整体的计划里面 是有准备第三剂的量 所以我们才会有签约 购买在明年的这样的一个量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 有准备明年第三剂的量 但目前到货疫苗太少 国内还有很多人 没打到第一剂 也有网友狂酸 想打第三剂 可能是2023年的事了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吨站立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eads,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够控制